哈喽,大家好,我是Bingo 今天咱们来到凡十六基地这里 咱们是三月底,四月初修剪了 现在刚好一个月 带大家来看一下已经长成什么样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当时拍了也是这边的嘛 然后现在已经恢复树形树冠了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咱们修剪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当时修剪的是这里嘛 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然后修剪现在已经一个月已经长这个了 看到没有 长这个之后长这么长了 它就会来花芽分化了 大家看一下 来花芽分化之后就是中秋节的果 九月,九月中旬到十月 十月中旬 也就是中秋国庆的果了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现在这种抽烧了 这种大家看一下 抽烧的这种 它再过半个月 可能它就会开来花了 所以当时我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了 就讲过了 就是直接把中间掏光 然后它就会抽很多这种新烧出来 然后外面的就修剪一下 也是这样的 你看外面的就修剪嘛 然后现在也是来了这么长 来了这么长 看它就来花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花 花芭花芽 所以说我就说嘛 它剪一下 要一个月之后可能就会来花 这个就是来花 就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这种 现在来的就是这种 刚好是中秋国庆的果了 就是现在这些 你看我们剪了很多嘛 外围的 很多都来了 很多都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方式的果就透带就比较少 在这一边 当时已经剪了 你看长得密麻麻了 长了很多 到时候还是要梳一下的 或者不梳也可以留很多果 但是果肯定要梳的 像这种已经不要的 像这种你看 这种花芽 这种花芽可能是八月底的果了 这些可能就是九月份的果了 就是刚冒的这种 就是特别是这种 大家看一下 目前呢 你看长得新冒出来 这些皮都是新烧 刚好一个月 所以说以后明年的话 你们要注意一点 一定要这样弄 也要到六月份的话 六月份的话 你也要剪这些 剪外围的这些 六月份就是我有果的话 再剪 怎么说呢 看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开的 它刚冒出来 今天开的话 我找一些 比如明天就会开的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就不会 这个还要过两三天 所以果还是蛮多的 这一次 你看这个是今天开的 大煤完全 已经弄开 就已经开了 今天开了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修剪 你看修剪之后 它就很快就来花了 里面很多鸡巴 很快也会来花 大家看一下 目前就是这情况 要我们这些都是杂草 我们都不打除草剂的 都是割草剂来割的 你看它们抹的牙 要修剪的 最近修的 因为太长了 挡住的就会修一下 像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的话 可能是七八月份的果 这种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修剪 你看像这种 现在拿很多花芽 里面刚剪了 刚冒出来 不高 都是跟我们一米六 一米一米五这么高 还是可以的 我们套袋什么都好 像这个 就是刚套袋没多久 大家看一下 不是很大吗 一般这么大的时候 就有套袋 咱们再上去上面看一下 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 有几个果包套袋的 我们还是留一点 你看现在很多都是来花了 这般每个都很多 大家看到没有 一般一个几岁出来 套一到两个果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 很多花芽 花苞 所以说 如果你要延旦春节的果 的话可能就是六月份 六月份 我们像这种没有花的 我们再剪掉 或者回缩 剪到这里 大家会再抽 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五月底 六月初 或者六月中旬 你剪就是元旦中秋的果 到时候你们再安排剪一下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的树冠 范丝里面树冠都是比较矮的 很平 很规种 很言行 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讲这么多 这个方式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今天就先这样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 请点赞 关注